一句焦点要带您看到艺人Ella今天完婚 长达12小时的马拉松婚宴 中午在台北五星饭店举行 身带1500万钻石和礼服的Ella 席开50桌 艺人将会和好姐妹都会出席 现场最新状况 我们请记者黄国伟来告诉大家 是的主播 是的主播观众 今天SHE的Ella又和认识五年多的马来高赖斯想完婚 已经陆陆续续呢 有些艺人到场祝贺了 我们先来听听看有哪一些艺人呢 给Ella祝福 在一起的时候Ella真的对我们很照顾 所以我今天就是很真心来这边祝福她 而且每次来一下婚礼 然后自己都也就是觉得沾到喜气了 然后很想要赶快结婚这样 所以今天你们都有包 有 有 有 心意最重要 对对 从十点开始呢一路到晚上呢 都还有party被Ella的亲友笑称呢 根本是马拉松婚宴 还大手笔的包下一碗要价十八万的总统套房 要让亲友来闹洞房 Ella很担心的表示她闹的洞房太多了 今天她的仇家一定很多 不过出来跑总是要还的 只要亲友们不要灌醉她老公就好了 Ella今天带着总价超过一千五百万的珠宝钻石 光是项链呢就价值了四百四十五万元 钻戒呢也要一百一十万元 她的婚纱呢是特地请知名的团队来进行设计 婚纱是特地从美国空运来台 总价超过了四十五万元的全白婚纱礼服 简单的屏口马甲上身呢 还有架构出来的丝绸纱裙 点缀上精致的法国蕾丝 整件婚纱呢透露出高雅华丽的古典美 让平日像个小男生的Ella 摇身一变变成超级漂亮的新娘子 除了婚纱外呢还会换上四套礼服亮相 今天预计洗开五十桌 Ella在演艺圈内的好人气 也让众多的艺人呢都来庆贺汉参加 像是台语天后江慧 江慧还有大爱子和老公汪小飞呢都会来参加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状况 时间镜头交换给棚内主播